耶~~~ 為什麼我本來會發出哀嚎聲呢 因為我好不容易在這一集錄的影都 全部失敗了 對 全部失敗了 所以我又要再次跟大家來介紹一下我今天想講 就是我這一集早就已經拍完了 但是因為我錄影的時候發生了一點問題 害我的麥克風變得非常的點子音 很像在那個舞池裡面那種感覺 所以整個影片重拍 所以這個版本是重拍過後的 所以大家可能會想說 啊 今天還沒有做什麼事情啊 沒關係啊 你就 對 可以再講一遍 對 就是要重拍這樣 我呢 好不容易在 一個地方我找到一個東西 我想跟大家介紹就是在這個模組裡面有一種礦石 它叫做礦石蟲 對 那什麼是礦石蟲呢 就是那個礦石蟲啊 也可以是叫做無限礦石啦 對對對 無限礦石 就是它的礦石呢 就是很多 但它就只有單一一個那種寶石而已 然後你就一直不斷的拿那個挖礦機去挖它 它就一直不斷的掉出來 掉出來 那樣 對對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去介紹那個東西吧 首先 我得先給大家看一下那個礦石蟲的位子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村莊現在還活著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差不多快結束了 對 有了 我找到了這個就是礦石蟲 叢林的蟲 對對對 然後大家會看到這邊 不是你啦 幹嘛 走開 莫名其妙 對對對 丟 丟 丟 好 這個就是礦石蟲 那 大家會看到這個礦石蟲呢 就是這個有沒有 它長這樣 有一點閃亮閃亮的那種感覺 那它旁邊就有這個 這個外星異化蟲在保護它 為什麼它那麼重要 因為它的礦物真的是 想死 是不是 想死 是不是 給你 氣死我了 我們先解決掉這個 這個噁心的蟲蟲 希望 希望你們不要在吃飯的時候看它 因為 相當的可怕又噁心 對 還有嗎 欸 這邊有那個生怪 欸欸欸欸 移動速度好快 喔 我最怕的就是這種 移動速度超快的這種 就很像那個蟑螂一樣 難怪我會怕蟑螂 就是因為它的腳在那邊急速速 然後速度又很快 喔 走開 不要鬧我 好嗎 OK 這個消失了 好 這個也消失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完整的礦物 這個黏液方塊不是喔 不是這些 是這個叫做礦石蟲 閃亮金屬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它的遇到的機率非常低 我自己找它 私底下找了將近快要 兩三個小時 對 因為它真的很難找 生成機率極低 就是因為它真的很 很厲害很好用 其實在後期它是 還蠻方便的一個礦物啦 就是一個礦物 然後讓你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 它就會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就是那種感覺 對 那這個礦物要怎麼使用它呢 因為我自己在錄的時候 已經做完了那些東西了 所以基本上我就會 在這個部分呢 快速快速非常快速的 帶大家安裝裝置啊 還有怎麼挖這個礦物 這個礦物基本上呢 你用一般的礦物是挖不下來的 你這個稿子是沒辦法破壞它 礦石從普通金屬 礦石從稀有金屬 跟礦石從閃亮金屬 以及 又礦 普通寶石礦 稀有寶石礦 以及地獄寶石結晶礦 還有石油 石油的意思就是 無限的 你就是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 它就是一直會出現石油那樣 那可能大家會想說 這個煤炭是能夠挖出什麼來的 這邊按下U它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礦石呢 如果去挖它的話 會出現 99的機率會一定會出現煤礦 那有1%的機率會出現鑽石 1 只有1 如果你有找到這個的話 就是1% 冷靜冷靜小白冷靜小白冷靜小白冷靜 他們只是 他們只是對 怪物冷靜 沒有必要用到核彈 不要每件事你都拿核彈來解決 你的脾氣 呼吸 吐氣 呼吸 吐氣 不要每次都拿核彈好嗎 OK 繼續 就是跟大家介紹 這個礦物你只要去挖 它就是會有機率出現鑽石 那普通金屬有什麼呢 普通金屬會有45%機率出現鐵 30%出現銅 25%出現錫 對就是隨機的 那還有一個是礦石的 千礦百分之百一定會出現 就是唯一它只會出現千的意思 那我們現在找到就是那個閃亮金屬在這 閃亮金屬有33.33出現鈦 66.67出現金 對就是有這樣的機率問題 就是會出現這兩種而已 好的 我們就繼續來介紹要怎麼挖這個東西吧 啊 你要挖這個你幹嘛 啊 我知道你還沒有開槍 我先打你個擊發 怕你亂來啊 好那這個東西要怎麼挖呢 這個東西挖起來很簡單 你只需要準備這個採礦器框架 鷹架 傳動軸 馬達跟控制裝置 這個控制裝置只需要一台就夠了 其他的你隨便做 因為這個大部分的材料都是鐵 都是鐵 都是鐵板啊鐵錠啊這些 就是拿去就是趕快去弄一弄就好 這很簡單 然後這個主機 這是主機只要一個就可以了 對對對 好那麼我們就先 回去準備一下吧 喔在我第一次拍的時候 我早就準備好了 只不過因為重拍的關係 所以地圖檔還原 好的我準備來了 OK 清潔 怪物 謝謝 好那麼我們就 不要拿垃圾 話說我的 我的隱形披風在哪裡 我怎麼 我是不是應該穿一下隱形披風啊 這時候隱形披風很好用啊 好那我們就開始安裝吧 首先要在你的這個 喜歡的礦物上面呢 安裝這個 傳動軸 然後 我要把傳動軸裝多一點喔 因為好像 挖起來的範圍要高一點 那在傳動軸上面 我裝了三個嗎 那我就要裝三層馬達 對 就像這樣三層馬達 啊 一直飛好麻煩 一直一直會那個 掉下去很麻煩 我的羽毛有啊 為什麼會 啊有啦就是 很慢很慢 好 然後在他的側邊呢 我們就裝上滿滿的 馬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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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 好像是某個 好像是某個內衣品牌對不對 馬登 沒有沒有業配 各位對不起 我說什麼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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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回事 然後把主機放在正中間 對趕快介紹 大家就會忘記 講快點大家就會忘記 啊不不不不不不 小白不要這樣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採礦機 因為採礦機它不是小的喔 它是 有小中大 看你想要蓋多大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蓋呢 你就點一下這個電腦 會告訴你 欸你哪邊有叉叉 還要再多補什麼東西喔 對你就補這個 等一下我再點一下我忘記了 好那我們就把櫻架呢把這個四個面都填滿之後 如果你已經蓋完了差不多會長得像這樣 對 它就是一個大型採礦機 那我們就 把它這個主機點右鍵 它呢就會出現這個錨釘 有沒有 一開始沒有錨釘啊 然後後來出現這個安裝好的錨釘 所以這個錨釘就表示說你的這個礦機 這個採礦機已經正式的安裝完成了 那我們就點開電腦看看它需要什麼材料 它需要的是中型採礦的磚頭 磚頭就是這個 磚頭這個這個 大型 這是大型的 我們需要用的是中型的 如果你的採礦機太大 就要用到大型的採礦機頭 對 不是採礦機頭 採礦機磚頭 機頭聽起來很可怕 那我們還需要電 它需要吃電 然後磚頭跟能量 這個能量是燃燒的 任何東西都可以 木頭啊 煤炭啊都可以拿來裝 那我們就 呃 對那麼我們就去準備一下那些材料 來讓這個採礦機開始運作吧 我飛啊 我又回來啦 OK 我們的機器已經準備帶去了 那我們就把它的材料放進去吧 中型採礦鑽頭 還有我們的煤炭磚 煤炭 其實基本上你只要有放煤炭 它就會開始鑽了 但如果你覺得電力太少 或者是說你不想用煤炭磚 你也可以用電的方式 這兩種都是OK沒有問題的 對那 因為我有放煤炭� 它應該首先會燃燒的就是這個東西 對那它就會開始在裡面鑽 每 每一個小時會產兩 20個礦石 對你就是等它鑽就對了 我們看一下它的效果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超大磚頭 這個比我的還大欸 這好可怕喔 有沒有 我的是小的喔 超可愛 但是這個呢 啪啪 小爸爸 超大的啦 這這還算是中型欸 這 我還沒有蓋超大型的 因為目前 目前沒有用到大型 所以我就做這個 比較中型的給它這樣鑽 那它在鑽的過程中 就是會鑽這個 礦石蟲閃亮金屬 但基本上我 因為我為什麼會說它很像無限 就是 它 我在玩創造 在測試的時候 它其實根本就 沒有挖壞過 就是一直不斷的 可以挖可以挖可以挖 對對對 就是這種概念 那 在這個鑽頭的這個 進度表 它只要一滿 就會有一顆 就是跟你們說過的機率 就是看它會挖到什麼 它就是一個機率的樣子 對 喔 好棒喔 就是這麼大一個磚頭在挖這個 可是這種礦真的很難找啦 嘖 不是我在說 是真的 這種礦很難找 我自己 我自己在那邊找很久 才好不容易找到這一小小個 剛好就是運氣好出現在平原 這個地方 然後就這樣出現這一個 就是如果你們偶爾也會在 呃玩這個模組的時候啊 可能到處飛 還是到處哪裡看看的時候 如果你們有遇到這個 記得一定要趕快把那個坐標記下來 因為這個東西是 你可以省掉很多時間去挖礦的 好材料 真的 比那個 那個 BC的那個 我們家在消滅村莊的那個挖礦機 還要好用 對 因為它就是 會主要 挖礦機 那個BC的挖礦機 就是會挖 裡面該有的嘛 但是它不一樣 它就是直接針對你的礦物去挖的 它不會挖到垃圾 完全不會 所以你不用擔心 只不過你要遇到 很高級的那一種 礦物 礦石蟲 真的 你的運氣 真的 你的運氣 運氣 好一點你差辦法遇到 不然的話你真的 沒有辦法 你只能 看著人家吃香喝啦 都是這樣啦 哈哈 對就看你的運氣了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 欸它快挖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 第一個挖出來的 會是金礦還是 泰礦 我是希望是泰礦啦 因為泰礦的機率也是蠻高的對吧 嗎 我不知道 反正我們就 挖挖看 對 那采礦的範圍呢 它的采礦範圍不是只有這樣而已喔 它是12345 我是5乘5嘛對不對 那你還可以再蓋到 9乘9 還可以蓋到 好像可以到12乘12 就這種超級大超級大那一種 但 我是不確定我要蓋那麼大幹嘛 所以我就覺得5乘5很適合我 它也可以再小一點 它也可以蓋成3乘3 就123 123 這種小小的也OK 沒有問題 當然也可以再小到只有1格 這種1格的喔 也是OK喔 就是那種超小型 超小型磚頭 那也都沒問題 對 那 喔有了第一個出來是金礦 OK 沒有關係 反正你就一直在這邊挖下去 就對了 瘋狂的挖下去 喔我真的覺得 我看這個會很療癒耶 這個 超大型磚頭 然後一直磚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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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磚 是不是很方便 是不是非常的符合現代科技呢 對 這就是這個 模組給的最 我覺得蠻貼心的一個設計啦 就是這種讓你不用一直挖 它應該應該會知道 礦物其實就算到後期也是很匱乏 所以 你還是 有這個無限礦石算是好的 只不過就是 會有蟲蟲 對 然後還有 討厭的殭屍 對 非常的討厭 對 所以 當你遇到這個礦石 記得 記得 記得先 感謝天感謝主 感謝你的家人 因為這個東西遇到的機率真的很低 如果真的有誰很常遇到 麻煩那個 那個 打電話給我 然後跟我 幫我簽一下樂透 如果真的中了一千萬 我們可以對分一下 這個是我跟你說的喔 不要跟別人講出去 啊 糟 慘了好像傳出去了 好吧就這樣吧 好了那麼就這樣 感謝你收看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 嘭